这是一起真相令所有女性都会感到后背发凉的扭曲杀人案 一个漂亮的女孩深夜亮亮呛呛地走在野外的小路上 可能是因为下雪导致路滑 一辆路过的卡车没杀住车一下直接将她给撞飞惨死在了地上 第二天女孩的尸体被发现带到了警局的尸检室 警方本以为这是一期普通的肇事逃逸事故 可法医尸检后很快发现了一些难以置信的事情 因为根据遍布女孩全身的伤痕来看 这些撞伤竟然不是在同一时间形成的 更令法医阿信意外的是 她发现这个女孩好像每天都会被人刻意地碾压一遍 因为不管是她身上的擦伤 还是骨头断裂愈合的程度 这些伤痕形成的时间都参差不齐 却又集中在五天以内 这就说明女孩生前是被人囚禁了起来 然后又被每天狠狠地撞了一次 结合女孩身上被树枝划伤的新鲜伤痕 警方怀疑这次是女孩通过某种办法逃了出来 所以凶手才会选择将其直接灭口 阿信根据死者骨骼碎裂的程度判断 推测反复碾压女孩的应该是一辆三吨左右的中型卡车 意外的是警方还在女孩的胸口处发现了一个老鹰的图案 从这个图案所处的位置和深度来看 阿信推测这应该是来自卡车上的一个印记 极有可能是卡车在撞到死者时因为速度太快而留下 众人看着女孩的尸体都感到很疑惑 如果这只是一起有目的的凶杀案 那凶手为何不直接杀死死者然后将其掩埋呢 而且又为何多此一举刻意用卡车撞死死者呢 此外检验科还在女孩的体内检测出了一些麻醉剂的残留物 然而就在警方准备开始调查死者身份的时候 不料新的一期女孩遇害的案子又发生了 雨夜一个女高中生像往常一样放学准备回家 突然身后出现一个身披雨衣的男人 还没等女孩反应过来 雨衣员直接拿出一支针管扎进了她的脖子 另一边女孩的母亲拨打女儿的电话一直无人应答 第二天一大早 警方在野外的山头上发现了女孩惨死的尸体 她的浑身上下都布满了各种恐怖的伤痕 而且四肢也有明显被车撞过的痕迹 女孩的母亲看着女儿一夜之间变成了这般模样 这一刻她的整个世界都塌了 歇斯底里的崩溃响彻着整个现场 考虑到案件的紧迫性 阿信便立刻将女孩的尸体带回了法医室进行尸检 意外的是她发现这名死者与上一名死者一样 胸口处同样有一处老鹰的图案 而且女孩的双腿也有被凶手碾压的痕迹 甚至有些部位已经呈现出了粉碎性骨折的形态 而警员阿珍这边也对死者体内的麻醉剂残留进行了化验 结果发现这与上一起受害人中的成分完全吻合 而这种种线索也说明 杀害两名女孩的凶手是同一个人 阿信实在想不通凶手杀害这些女孩的动机 因为如果嫌疑人士有针对的只对一个目标下手 那用卡车撞死死者的动机可能只是因为恨意 可现在两个女孩都以同一种方式被折磨致死 难不成凶手只是在享受折磨她们的过程吗 可折磨一个人的方式有很多 凶手又为何要用卡车撞人这种奇葩的方式呢 为了得到更多线索 阿信带着阿珍一同返回到案发现场勘察 他们在路边和杂草中发现了很多纵横交错的脚印 不过这些脚印已经被当时围观的村民给破坏 再加上环境和雨水的原因 整个现场已经很难发现一些有用的痕迹 眼看这里也找不出什么有用的线索 阿信二人便沿着这片树林队附近展开调查 没过多久 他们就在后山上发现了一间破旧的农场 由于面积过大 阿信便决定和阿珍分开对这里面进行调查 可他刚走进农场的屋子 扑面而来的就是一股浓烈的酒精味 当阿信走进里面的仓库后 他竟然在这里发现了大量储存的麻醉剂 而另一边的阿珍也在门口发现了一辆可疑的卡车 他发现车上布满了许多碰撞的痕迹以及一些血字 而且他留意到车前方的引擎盖上 就有一个带着血迹的老鹰图案 而这一幕也让阿珍立刻意识到他应该就是嫌疑员作案的车辆 可没想到就在这时 阿珍突然感觉到背后出现了一个奇怪的黑影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下一秒这个黑影就朝着阿珍开始攻击 二人搏斗的声响很快就传到了附近阿信的耳中 当他察觉到有情况准备去支援的时候 不料发现这里的大门已经被人从外面反锁 情急之下他只好用手边的工具对着门击打 好在出来的及时成功就下了受伤的阿珍 不过二人万万没想到 刚刚发生的一切都只是一个误会 偷袭跟踪阿珍的这个男人并不是什么凶手 而是警局里新调来的一位警员小智 他是早上接到通知来到这边检查时 碰巧遇见了偷偷摸摸的阿珍 以为他是嫌疑人才发生了搏斗 等几人的情绪平复下来后 小智也对这家农场的户主进行了调查 得知这里的主人名叫李正国 51岁 平时是一名专门依赖送货维持生计的货车司机 正在众人谈话间 细心的阿信却突然注意到脚下的泥土有些不对劲 他好奇地仔细一看 下一秒 出现在他眼前的竟是一只已经白骨化的人手 随后警方立刻对这片区域进行了挖掘 结果竟在下面找出了整整四具女性的骸骨 并且从腐烂程度上判断 其中最早的一具白骨是在两年前被埋葬的 法医在这些事故的腿部也同样发现了一些被碾压过的痕迹 因此基本断定这与此前两起案件中的凶手为同一个人 如此看来 凶手早在两年前就开始了他的杀人计划 不过警方疑惑的是 为何凶手最近两次行凶没有埋葬尸体 反而故意让警方发现 回到警局后 检验科也对那辆卡车上的血迹进行了检测 结果成功在上面提取到了有关最近两名死者的DNA成分 由此可见凶手就是开着这辆卡车将他们撞死 眼看证据确凿 阿信便立刻下令将李正国带回了警局 怎料还没等警员对他进行审讯 李正国就直接承认了他杀人的事实 他称自己就是忍受不了多年的单身生活 才去故意跟踪那些落单的女性 然后对他们进行伤害 李正国交代他之所以这么做 就是因为他每次看见那些女人惊恐的表情 内心都会感到前所未有的兴奋 为此他才选择不断地杀人来满足自己的私欲 听着李正国公认不讳的证词 就在警员们都以为他们抓到真凶时 一旁的阿信却总觉得哪里有些不对劲 他回想起凶手在短短两年内杀害了这么多女性 按理说他应该是个典型的反社会人格 而如今他多年处刑几率的罪行被警方发现了 可为何李正国就连一点辩解的意思都没有呢 想到这里阿信便决定再次对那些挖掘出的骸骨进行尸检 他们想到一般像这种连环案 凶手在第一次作案时肯定发生了什么变故 或者是受到严重刺激的情况下才会行凶 为此第一位死者就显得至关重要 于是阿信便从分化程度上对最先开始的死者进行了尸检 他根据古灵判断这具尸体死亡时候的年龄只有18岁 而就当阿信对他全身的骨头检验时 无意间注意到了死者胳膊上的一处伤痕 他从断裂的程度上看 发现这很像是死者在下意识的抵抗中抬手造成的 可他又观察到伤口的方向是由左至右的 但一般情况下 如果凶手是用右手行刺的 那伤口应该是从右至左才对 而这一线索也指向了凶手大概率是个左撇子 很显然习惯用右手的李正国并不是警方要找的凶手 可他这样做的目的又究竟在包庇什么人呢 眼看李正国这边压根询问不出有用的线索 警方也只好先从其他方面展开调查了 小智也对第一名死者的低内与数据库里的进行了比对 查出女孩名叫恩西 生前居住在乡下的一所村庄里 于是为了得到更多线索 小智便和阿珍打算去他的家里了解情况 之后二人便来到站牌旁等车 可整整两个小时过去了依旧没有一辆车出现 就在二人不知所措时 一个开着卡车的小伙子突然路过了这边 就认出他是自己的老熟人 原来在前不久 他在处理一次交通事故的过程中碰巧相识了这位小伙子 谈话间得知他名叫李和 与小智还恰好是同一个地方的老乡 而他今天刚好去乡下送货才路过这边 随后在他的盛情邀请下 小智和阿珍便乘坐他的货车去往了村子 而阿珍为了能找到与那辆卡车有关的其他线索 便决定在去往李正国的农场勘察一下 随后小智来到了第一位死者恩西的家中 看着墙上挂满了各种女孩生前的照片 小智便向恩西的母亲询问 当年是否发生过什么奇怪的事情 听到这句话 母亲还真想起了恩西班上一位很坏的男同学 他称当年这个男生一直都对女儿很心仪 总是隔三差五地来家里骚扰他 为此恩西的母亲也是几番痛斥他的行为 可让他万万没想到 此人的性格竟然非常极端 他为了报复恩西和他的家里人 竟然还在深夜放火烧了他们家 怎料就当母亲将这个男生在班上的照片拿出来后 小智竟然发现此人正是刚刚来送他们的司机礼盒 另一边负责检验的警员也对死者的手机进行了恢复 成功在他的相册中发现女人在遇害前曾拍摄过一张凶手的正面照 而不出意外这个人正是礼盒 并且经过调查他们还发现 这个礼盒居然是李正国在外面的私生子 看来他是亲眼目睹了儿子杀人 才心甘情愿地选择包庇他的罪行 结合目前掌握的种种线索 警方分析这个礼盒当年就是在给恩西表白受挫后 才心有不甘地选择将他折磨至死 就在这时 小智突然想到阿珍还坐在礼盒的货车上 于是便急忙打电话通知他小心 并且联系警局的人员前去农场逮捕礼盒 可电话那头的阿珍听后才刚反应过来 下一秒他就被礼盒给打晕了过去 等他再次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已经被五花大绑地囚禁在农场内 看着他已经难逃魔掌 礼盒也嚣张地向他讲述他之所以杀害那些女人 就是因为他们的长相和恩西有点神似 没想到礼盒竟然抱着得不到就将他毁掉的变态心理 所以他在体验过杀人的快感后 才将这些受害人幻想成自己的猎物 从而用反复碾压他们来让他的内心获得更多的成就 随后他将阿珍带到了一块空旷的空地 看着他四处逃窜的样子 礼盒的情绪也变得异常激动 就在他加大油门准备朝着阿珍撞过去时 幸好阿信的急事赶到才成功撞向他的货车 将阿珍给解救了出来 而礼盒也因剧烈的撞击直接死在了车里 一集一个悬疑故事 我是蟒牛 感谢三连